火星上的好奇号目前进展如何?今天可算是讲见识了,在宇宙中,存在着许许多多未知的东西,而人类对宇宙的探索是无止境的,人们想了很多的办法,去探索宇宙中的奥秘。 那么,火星上的好奇号,目前有什么进展吗? 首先,我们来了解一下,好奇号,好奇号是美国宇航局在2012年的时候,投放在火星上的一个探测器。 到目前为止,好奇号已经在火星上运行6年了,在最初,美国宇航局其实只打算让好奇号运行2年,但是一直到现在, 这个赤字25亿美元的探测器,亦然在火星进行着探测的工作,而从事相关工作的科学家们为了延长它的探测寿命,对其进行了十分小心的保护。 其次,我们来看一下好奇号,到目前的进展,从登上火星后开始,好奇号探测器一共行驶了17公里的路程,为我们传送了很多火星的图片。 在好奇号探测器途径的17公里中,包含了很多需要重点探测的地区,这些照片为我们带来了很多重要的数据,使得人类对火星有了更多的了解。 通过这些照片,我们能够了解到火星的现状,并通过对比,分析出火星的特点。 比如说,在好奇号拍摄到的图片中,有护床的照片,这可能意味着,在曾经的火星上是存在着湖泊、河流等液态的水的。 但是因为某些原因,这些水资源都干涸了,而有水的地方,可能说明是存在着生命体的,对于宇宙中是否有外星而明的存在。 我们还无从知晓,而通过好奇号对火星的探测,我们或许能够了解到一些情况。 就目前来看,好奇号已经发现火星上又有机体了。 我们知道,火星的环境是十分不利于人类涉足的,但是就目前来看,火星也确实是所有星球中,除了地球之外最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。 所以我们需要对火星有更多的了解,却对整个人类的发展来说,都有着重要的意义。 而好奇号在之前,除了为人类提供图像之外,还采取了火星的土壤样本。 我们可以通过好奇号采来的土壤,分析这些土壤的物质成分。 同时,好奇号还记录了火星上太阳的日升日落状况。 其实,在之前,我们已经知道火星的自转时间和地球是类似的。 在有了好奇号对日升日落的记录之后,我们就能够知道火星上太阳的日落具体的时长和昼夜的长短变化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你能够知道火星上太阳的日落地紧转的日落继续! rada 转发 宣伐 ped订阅 转发 明晨 第一天中, 转发 溶逼 转发 明晨 纽 转发 明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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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的日落儿